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善语 近年来中国的造假产业链越来越成熟 使得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假货 这些小商贩对此非常隐隐为傲 男生说国服最强小卖中帮给大家出货了 天冷了 给大家做一个厚一点的款 这款是进口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标 都是有鉴定的 这个就是我们线上的大货了 皮料的话用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用的是贝利进口的原厂皮 就是和耐克同一家公司的 这个圆牌的外底是正常颜色 再看我们家的外底也是做的一模一样 鞋身与外底的颜色很和谐 关于皮料的刷色感 我们的货整体的质感是非常棒的 而且我们的货皮料整体的处理也很好 裁边很少有毛边 就像这种挤皮的鞋子 容感很强的鞋子 裁出来之后毛毛的感觉 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处理的完美 包括刷胶 我们的技术也是控制到了极致 胶一定是溢出并连接于外底的 不然的话会呈现出开胶的状态 我们去看进口的 反而进口的没有注重这么多的细节 我们的刷胶工艺绝对不会输原版的 皮料是一模一样的 外底是一模一样的 里面也是做到了一模一样 无论是颜色还是它们的整体的纹理质感 包括我们用到的材料一模一样 后跟的压印 我们注意原本的压印是较浅的 1.6万的你就要看盒子大小明显就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不重要 谁出门带个盒子呢 对不对 让我们来看看拼音多多的最强版本 没有比它更贵的了 你们来看看这个3000块钱的绿水鬼做的有多牛 你看它的这个陶瓷圈跟四代绿的颜色一模一样 连侧面的二维码都有 我们赶紧拿10万的跟它对比了一下 左边是3000的 右边是10万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看放在一起这个颜色区别就很大了 劳力士的绿真的是很难调的 而且盘面的颜色这个黑色明显就更深邃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表扣的这个logo放在一起对比 这个3000的皇冠logo明显就大很多 包括下面这个圈这个就很细节的对比了 但是你肉眼看是看不出来什么区别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夜光功能 这个10万的这个是3000的 你看放在一起这个夜光功能真的是没什么区别啊 在夜店真的是毫无压力 这两块表帮大家测完了 假货呢不管做的多帧始终是假货 我宁愿花3000块钱带正品的浪琴 也不会去买个高仿的绿水鬼 就连海外的潮牌贾斯丁比伯与好友瑞安古德共同创立 并且拥有的德鲁豪斯的衣服也被忘访伤 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男生是我手上的这件 这是之前顶级过检的一个版本 我自己也输入过 当时所有的检验平台都给了真的结果 直到后来假货贩子自爆 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件假货 现在我们把两件衣服平铺在地上 左边是假货右边是正品 来你们自己看一下 为什么说这件是高仿呢 给你们看它的印花 印花的纹路 大家能看见吗 这家是正品的印花纹路 这件是假帽的 不得不说这假货挺牛的 印花都能做成这个样子 两件印花除了在黄色的部分上 有一点纹路的差别之外 它们黑色的部分纹路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从质感上来说都挺不错的 男生说 然后我觉得重点是这个领标 你们自己看一下 真的很夸张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这个假货能夸张的什么程度 两个领标真的看不出来任何问题 其实一般来说 假货在背面也会露出破绽的 但是你看这两件 反正我是看不出什么破绽 男生说 然后我再来给他看一下这个水洗标的细节 我不说你们能哪个是正品 你看得出来吗 你别说是普通小白了 就算是顶级的鉴定式来看 他也得弄两秒 这些假货为何能够做得如此真 又如何瞒得过消费者的眼睛 有位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男生说今天打算和大家聊一下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可以过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 可以挂牌的房品的包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包真的是过检验鉴定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会经常在各大平台或者评论区 刷到这样的图片或者文字 说毛毛物品通过了鉴定挂了牌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 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开始 首先要了解一个逻辑 如果说这么一个东西真的过了一个鉴定 那么它就可以一个正常的市场价格去出售 对不对既然如此 假设一个市场价为8000元的东西 店家凭什么要4000或5000卖给你 就好比这个东西是你的 这个东西值8000块 那么你会以一个4000 5000的价格卖出去吗 剩下的3000你是不想赚吗 这是一个人心的问题 所以说从逻辑上根本就说不通 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可以过检的东西 你们了解的那些检验的图片 都是不法商家拿赠品拍图 然后上传去鉴定 鉴定通过之后 用赠品的鉴定结果来寻传 其实这压根就不是它的东西 这是赠品的报告 很多人不知道 还以为它家的东西是多么的厉害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物品上的吊牌是假的 如果说经验丰富一点的朋友 去扫吊牌那个二维码 就能看见它的网址信息是不对的 并不是中间的网址 这种假的吊牌一般 它会和真正的中间网址信息 有一点点差异 你很难去发现 比如说多了一个逗号 或者多了一个横杠 或者多了一个字母 比如说CCIC 它会给你写成CCICC等等 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 很多消费者根本分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 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间的网址 上面写着中间就以为是过了中间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不仅如此 有报道显示中国大陆形成的假代购产业链 从生产山寨假包到包装纸盒 甚至购买发票物流单都能造假 为了彻底的查这些假货的源头 陆媒记者来到了网上所显示的假货产地广州 一探究竟 中午12点来到了广东省广州市火车站 西侧的商业区已经渐渐热闹起来了 还尚未从出租车下车就路边的一位拉克仔凑了过来 拉克仔就是当地人叫卖假冒奢侈品的商贩的称号 记者跟着一名拉克仔进入了南方国际中表层 据他所说 高品质的假货就在这楼上 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守在电梯口的商贩 立即就要上去 要求查验身份 据拉克仔说 如果是政府媒体人就不会让进 甚至北京上海来的也不让进 记者以代购身份来到六楼 走廊边上的商铺大门紧闭 玻璃墙厚实厚厚的帘子 骨头一丝光亮 门口蹲着几名男子 确认了拉克仔的身份后 他们才将门拉开 只见占地不到80平米的商铺内有四五个女店员 货架铺上摆满了各种的假冒名牌皮包 有顾客问价的时候 女店员谨慎的将价格在计算器上按出 而不时直接说出来 除了刚刚去过的南方国际钟表城 唯一广州火车站东侧的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 及周边的小区 也是当地人人尽皆知的假货集散中心 在经历了类似的检验后 记者随同拉克仔走进了藏在居民楼里的假货商铺 狭小的房间内挤着成百上千的假冒奢侈品 上饭谈起自己假货的品质时侃侃而谈 小贩称自己这边绝对真 就算拿去专柜对比 贵姐看不出来 不仅如此 记者发现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商场里 不少的店铺销售是看似自主品牌的服装和皮具 但他们都在贩售假货 调查中每家的商户都表示自己的产品都是假货工厂 购买正品后拆开1比1生产的 有的商户甚至还表示自己销售的假包用的是原厂原皮 那么这几个地方的货有什么不同呢 记者发现之前 被拉客销售拉去的店铺中售价800元的皮带 在广州火车站西侧的京都服装批发市场的批发价不到180元 并号称头层的牛皮 还带全套的包装 深入了解后才得知 各家的定价并不统一 即使是从统一制甲的工厂流出的货源 价格也有着数倍的差距 这边游荡的拉客销售 每代客成交一单 提成就超过百元 这些智热眼眼的店铺并不意味着 卖的假货仿制水平更高 只意味着拉客销售的分层更多 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的假货都属于同一品质 不同的仅仅是噱头和价格 但不少的商贩大肆宣扬自己手中的假货属于代购品质 不少代购也会从他们这里进货 店主告诉记者 在他们这里购买包具服装 只能获得基础的包装 如果需要手提袋等完整的包装 则需要在街边的包装店内购买 包括衣服盒子礼品贷 发票 供给 数元人民币 记者看到 票据上包含了商品的编号 银行卡 授权码 日期等内容 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 当记者问及商家为何不直接提供票据销售的服务时 一名商贩表示 如果拿代购当正品卖的话属于诈骗 如果按假的卖 则属于触犯他的品牌 不会判刑那么重 店主还透露在这里 除了可以拿到常见的香港假票据之外 还能够买日本韩国等地的假票据 这种实际发货地在广州 但物流信息显示其他国家等地的发货的操作 被称为快递异地上限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提供快适异地上限的商户 称自己要将广州发货的商品改为香港发货 对方表示他出售的是快递公司的国际后台账户 购买账户后可以自主设置海外的任意地点作为发货地 只需将快递单列印贴在快递上寄到指定的地点 他们就能编造快递在境外的行程 并最终将快递寄往售件人处 而且这样一单快递仅需其源 至此一件假货摇身变成了海外的专柜赠品 拥有着全套包装票据和入境物流信息 整个流程极为便捷高效 仅在该快递商户处做异地上限处理的商品 每天就上千件 这些假货从制假工厂出来后 通过包装和票据一步步伪装起来 让消费者难以分辨 上海的一家二手奢侈品交易门店 创始人刘毅告诉记者 近几年来二手的奢侈品交易持续增长 每个月的门店鉴定的奢侈品超过100件 但其中通过代购取到购入的奢侈品不少是假货 对此大陆律师表示 不得不惊叹如今的假货商真的太猖狂了 消费者购物时还得睁大眼睛看仔细了 如果怕买到假货 还是建议透过正规渠道购买比较实际 除了商品之外 中国多家的知名黄金品牌也被爆出严重参加 有报道显示 河南省新镇市的一名女士 在2023年奇人节那天 在周大深的珠宝龙湖振分店 买了一对纯金的手镯 花了2万块钱 因款式精美 该女士甚是喜欢 一直戴在手腕上从未离手 但当她拿金手镯送店铺保养时 却发现当初购买时的重量是35克 现在只剩下了20克 少了15克 但镯子上只有999的标识 却没有任何品牌的刚硬 随后被鉴定为假货 报道指 在中国有100多家商家售卖的黄金被查出参加 还有的商家被查出连国检证书都是伪造的 这些黄金中的参加成分是金属来 而且来的含量很高 竟然足足占据了一半 所以从金的含量来看 这些金饰品连金都不是 周大生品牌是1999年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开设第一家专柜 正式登陆中国大陆珠宝市场 2012年连锁店达到了2000多家 201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 不过另有数据统计 因周大生造假而受到损失的消费者已经达到了200多人 涉及的金额达数百万元人民币 除了周大生外 老凤翔 中国黄金等多个老品牌 也因为各种加盟上云木混杂 也被爆出黄金参加等问题 对此深圳居民王玉瑶化名表示 中国老百姓活得很不容易 买楼烂尾 买股票赔钱 好不容易供孩子 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 钱存到银行还爆包了 老辈人说都存黄金保值 没想到购买的黄金也是假的 样式曝光的黄金造假 老百姓一下子就慌了 生怕自己买的黄金是假的 所以这段时间鉴定真假黄金的生意特别火 但是也有很多人怀疑他们的检验是否准确 不过要说到中国造假现象严重的本质 一位匿名的体制内人士指出 这是上梁不振下梁歪 他解释说 共产极权的社会是一个谎言的世界 充斥着其统治各个领域 尤其中共造假手段和谎言洗脑 熏传乃共产世界之罪 谎言欺骗是所有共产主义生活和工作的特点 上至总书记下至共产思想洗脑后的平民老百姓 上至国家的经济数据造假 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造假 造假的根源是中央当局 如果上边没有所好的话 下面也不会这样造假 不得不说共产主义是一个与生俱来十足的谎言窝 这是由中共起家和目的决定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